政院提13經濟措施打破悶經濟 面對這半年多來的悶經濟的情況 我們進一步覺得有必要 要提出一些比較立即性的措施 能夠讓國人對於未來的經濟發展有信心 行政院長江儀化昨天上午率九部會首長排排座 宣布最新振興經濟政策 主要為四大面向 擴大消費支出 提振國內投資 激勵創新創業及修正正所稅 其中在細分13項措施交由各部會推動 預計五年內投下近31億去優解悶活絡經濟 透過一個掀開鍋蓋的動作 讓這整個經濟成本的局勢得以改變 而財政部在這一波所要去修訂的正所稅的新規定 希望就能夠達成這樣的效果 但台股並不捧場 人下跌17點 以8263點做收 成交量萎縮至638億 顯見股民對馬政府一再提出振興經濟措施 多存觀望 法人說馬英九從選總統時 就大開經濟目標633的支票 當選後卻一一跳票 百姓生活越來越困難 胡敦一當隔魁時打出數名經濟 把大家都變窮了 接任的陳沖改打負名經濟 卻土力財團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將一化接任 經濟已變大悶鍋 只好高喊打破悶經濟 在野黨立委痛批 躲在幕後的總統馬英九沒換 換隔魁 換口號 經濟真能好轉嗎 由於新政策有多項購物補助 如買節能熱水器 瓦斯爐 補貼1000到2000元 有購物打算的民眾都樂觀齊成 有用的 現在不想去 如果省就省 那你有多想買哪一種嗎 我想買天花 萬保頭顧總經理蔡明章說 政新方案拼拼湊湊 企圖以量取勝 卻不見大規模的刺激經濟計畫 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凱認為 民眾薪資倒退 不敢消費 經濟當然會悶 政府沒有對症下藥 中興大學財經系教授林秉輝也說 政策都不是新方案 執行效率才是成敗關鍵 董新聞綜合報導 民眾薪水 警察 通常 掌做法